看武侠小说看多了是吧 我们这个象棋在武侠小说里 也有展现呀 我还是去五分钟场 继续开始我的这个快棋的磨练 帕尔平棋 哎 抱歉我们这我第一次看帕尔平棋 有走帕尔平三的招法 神奇的招法呀 学习了 在下佩服之志 飞手相 这个真的学了一招 屈酒精啊 诡异的出子方式 哎 抛七退一 看不懂我的招法吧 看不懂就对了 因为我也没太看懂我自己的招法 下部马八斤六 然后再抛七平八打他死去 哎 哎 马八斤六 对方没看见 对方没看见 坚信对方没有看见 哎呀 看见 嗯 好吧 可惜了 我的骗术 冲鲁冰 哎 马六斤舞跳了 先不是有事吧 泡八瓶六 打兵吧 打兵吧 让我泡七瓶了 把你去打死吧 打兵吧 打兵吧 哎 哎 对方旗下的好啊 哇 我发现对方也很符合我们唐门的路数 这部居酒瓶六是什么意思 让我有点发懵啊 泡六金六啊 那不给他打了吗 我先滚个兵 我看他想干什么 真是这么走的呀 哦 还是大家厉害呀 那我这不是有个金炮吗 哎 这样子我能偷吃他一个子 很开心呢 把三退一回来算 就二进八给他困住 哦 他准备要进去做我炮 狡猾的对手 七八进五 这个炮走了 他马七进六 算了把他马吃了吧 咱下的简单一点 吃 哎 我我我骗骗他 我其实狙三平八过来就赢了 但是我准备骗骗对手 先把他马打 吃我马吧 快吃我马吧 哎 骗到对手了 不错不错 非常好 出将 偷杀 哎呀 不错不错 暗器出手 你看 他两个狙 这就典型的叫 狙霸低头降怕高吗 大家要明白哦 成功的把队友骗到了 一个字 绝 都会儿抢了吗 我认为你 都会拍摄 你 都会不错 我认为你 他要证明了 我认为你